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胸口的赞助商来信住 其实这个东西也可以代表 该国的文化其实很有趣的 胸有成竹 年轻时看足球比赛便已听过 足球风格以及足球文化这些名词 所谓风格或文化主要是各国的踢法区分 如巴西足球称作华丽足球 德国足球的风格是纪律性高 意大利足球的特色是防守至上 苏联足球的风格则是机动化 还有英国足球就是长传及功等 足球世界可说是百花齐放 但是足球近年伴随经济变为全球化 上述足球文化和风格差异越来越模糊 光是英敲便发现现今已经很难找到 长传及功的球队了 不过另一方面随着职业足球的全面商业化 竟然也可以从各自球队的球阴松前赞助商 大概了解到不同国家的足球文化或现况 多元化银钞 我们就从银钞看起 看看有哪些赞助商 好球队的软件开发业 曼城河滨工厂的航空业 托特勒姆日赤的保险业 切尔西的电讯业等等 其他球队还有博彩 网购 金融 汽车等 真的是各行各业都有 显得英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 而且更有趣的是 2021到22年赛季的20支英超球队中 竟然有多达9支球队的胸前赞助商是博彩业 数量接近一半 比2012到13年赛季多接近一倍 这显得赌博事业在英国是非常蓬勃 其他行业要争取成为赞助商比以往更困难 其实并不止赌博业直接牵涉到金钱 本赛季有6支球队来自保险业 网购金融界等的赞助商 超过一半数量的球队赞助商是直接牵涉到金钱 难怪英超是一个烧钱的年赛 德甲实业化 至于一项很节俭及富强的德国 德甲赞助商就有如拜仁汝尼黑的电信业 多特蒙德的网路业 勒沃库生的保险业 沃夫斯堡及斯图加特的汽车业等等 还有其他球队的奶制品 人力支援 化工 超市 饮料 金融等 百花齐放的情况较英超还多 德甲的松前赞助商与英超最大的分别就是 大部分是实业以及制造业 也可以看得出德国是一个踏实的国家 德甲也是一个很稳健的年赛 与英超的紫醉金迷可说是大商径庭 经济低迷的西翼 至于近年与英超争夺第一年赛宝座的西班牙甲籍年赛 双前赞助商有巴塞隆拿的网购业 皇家马德里的航空业 瓦伦西亚的虚拟货币业 比利亚雷亚尔的陶瓷业 还有其他球队的松口赞助商是来自银行 啤酒 旅游业等 在足球场上 西班牙确实是世界顶级球队 可惜 经济却曾被形容为欧洲五国之一 这一方面有松前赞助商最明显的 就是有部分西移球队是空白的 意思就是没有赞助商 加上从2021到22年赛季开始 西班牙政府不再容许博彩业成为球一赞助商 令西班牙获得松前赞助商的难度更高 另外还表达了另一个现象是 收视收视率被两大豪门所独占 其他球队无论在收视以及收益 都难以与两大豪门所媲美 这便成为了有些中小型球队 一度找不到赞助商 至于习日号称迷你世界杯的 意大利甲鸡年赛 虽然不再是世界第一年赛 绝大部分球队还是能够找到 球一胸前赞助 一甲老牌球队的赞助商 包括油温吐司的汽车 AC米南的航空 国际米南和罗马的虚拟货币 拉奇奥的网上金融 佛伦提拉的通讯等 其他球队还有通讯 汽车 人员 及银行等等 意大利也是欧租五国之一 情况与西班牙相似 虽然有不同种类的行业赞助商 不过有趣的是 当中有不少是小品牌 似乎大厂商对这几只老牌球队 情有独钟 生活化的发夹 法国虽然位置于成为欧租 不过今年经济也不好 球队的赞助商就如如 巴黎圣日尔曼的酒店旅游业 里昂的航空业 马赛的网购外卖业 圣伊蒂安的博彩业等 其他球队还有食品 建筑 百货 人力资源 能源等等 看到发夹各个赞助商 可以看到法国人的比较生活化 大部分赞助商的广告 都是你我都有机会接触得到的 这足以看得到 法国果然是适合居住的国家 进步中的二潮 上面提到过欧珠 接下来看看近年 经济快速增长的金砖国家 当中的俄罗士是代表之一 二潮的松前赞助商 包括哲利特的天然气 莫斯科斯巴达的石油 喀山鲁宾的投资 莫斯科中央陆军的科研 格罗兹里的国家基金会等 其他球队的赞助商只有 博彩 银行 人员 铁路等 这可以看到俄罗士是一个 正在发展的国家 铁路 石油 天然气 等正是国家发展的必需品 而且也可以看出 俄罗士的天然资源丰富 当然发展中国家 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二超也有球队是没有赞助商的 东亚两个差异大 谈过欧洲后 看看我们所在的东亚两国 先来看看日本球队的赞助商 陆导陆角的房屋设计 FC东京的影像事业 柏雷术尔的电器 明古屋 金鱼的汽车等 还有其他球队与食品 汽车 电讯等等 情况有点像德国 这可以证明日本是一个工业大国 日本球队的赞助商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2020年赛季20支球队中有4队是本土汽车品牌 赞总额五分之一 这也可以看得出来日本是一个汽车王国 最后看看中国 中国超级年赛的16支球队中 有多达8队赞助商或被警示地场商 可以看到中国的地场市道何其昌旺 当然草卖的下场也不用多说了 但他们至少愿意花钱在职业足球队上 总比某些地方只有草卖的好得多 各位观众 大家有空时 不妨看看其他各国联赛的球衣胸前赞助商 是否也能找到该国的特色 这或许会令大家对足球更加润迷呢 原来在足球世界里 并非只有运动 商业那么简单 还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特色与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